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BYD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 在土耳其投资10亿美元建设新厂 这是继匈牙利之后的第二个欧洲工厂 新厂将帮助BYD避免土耳其40%的贯物 进一步巩固其在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 除此之外 BYD还计划在墨西哥开设新工厂 并已在泰国开设了东南亚首个电动汽车工厂 2022年第二季度 BYD电动汽车销量创下新高 达到98万6720辆 同比增长35% 接下来 沃尔玛在其促销活动中 推出了Dyson V8 Origin加无线吸尘器的特价优惠 原价420美元的吸尘器 现仅售300美元 这款吸尘器不仅轻便且功能强大 适用于地毯和硬地板 还可以转换为手持吸尘器 清洁家具和难以触及的区域 其特别设计的去缠绕清洁头和高级过滤系统 更是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不过 有些用户反应需要长时间按住电源按钮 会让手指感到疲劳 总体来说 这款吸尘器因其强大的吸力和多功能性 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首选 最后 著名厨师Emmanuel Logosy的室内烤架 在沃尔玛促销活动中降至50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 除了烤架功能外 这款设备还兼具空气炸锅和烤面包机的功能 配备了6个自定义预设和一个易于清洁的滴水盘 虽然有些顾客认为空气炸锅功能不够强大 但大多数人对其多功能性和烹饪效果表示赞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BYD公司在周一签署了一项 在土耳其开设10亿美元电动车工厂的协议 这直接威胁了特斯拉在多个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 尽管BYD自2021年以来 已经在欧洲销售电动车 但大部分销售仍在中国 然而BYD正在积极扩展其海外市场 这是其在欧洲的第二个工厂 第一个工厂目前正在匈牙利建设中 土耳其的工厂将设在马尼萨省 年产能为15万辆电动车 并将包括一个研发部门 BYD最近在泰国开设了其在东南亚的首个电动车工厂 并在巴西接手了福特的旧工厂 将其改造成电动车工厂 BYD还在与墨西哥洽谈 建设一座工厂 预计将创造约1万个就业机会 尽管特斯拉的交付量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 BYD在6月和第二季度的销售创下记录 6月销量同比增长35% 达到341658辆电动车 Yahoo US的另一篇文章 介绍了Dyson V8 Origin加无绳吸尘器 这款吸尘器设计轻巧 适合日常快速清洁 特别适合那些讨厌搬运重型吸尘器的人 Dyson V8 Origin加不仅可以轻松处理顽固的污垢和灰尘 还可以转换成手持设备 用于清洁家具和高处的碎屑 对于有宠物的人来说 其过滤系统可以捕捉过敏源 使空气更加清新 现在 这款强大的家用清洁器在沃尔玛的促销活动中 仅售300美元 比原价420美元 便宜了120美元 用户评价普遍认为 这款吸尘器轻便且功能强大 适合清洁整个房屋 特别是处理宠物毛发和过敏源 Yahoo US报道 名厨Emmanuel Logos 推出了一款室内电烤架 这款烤架配备烟雾提取系统 可以去除厨房中的烟雾 在沃尔玛促销期间 Emmanuel Logos电烤架的价格 从169美元降至仅50美元 折扣高达70% 这款多功能电烤架不仅可以烤肉 还可以作为空气炸锅和烤面包机使用 用户评价称 这款电烤架功能强大且易于清洁 非常适合小公寓 或不能在家使用户外烤架的人 尽管烤架功能表现出色 但一些用户表示 空气炸锅的功能不如独立的空气炸锅强大 总体来说 这款电烤架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厨房电器 Yahoo US报道 今晚的美洲杯2024半决赛将迎来阿根廷对阵加拿大的比赛 来昂内尔 梅西将迎来他在美洲杯的第35次出场记录 阿根廷被广泛看好能在2024年美洲杯上夺冠 比赛将在美东时间晚上8点与美特莱夫体育场举行 观众可以通过FSE频道或FUBO DirectTV等流媒体平台观看 除了今晚的比赛 7月10日还将有哥伦比亚对阵乌拉圭的半决赛 最终的决赛将于7月14日举行 Yahoo US继续报道 今晚的美洲杯2024半决赛将迎来阿根廷对阵加拿大的比赛 尽管美国队已经出局 但他们仍然是本届赛事的主办国 赛事将持续到7月14日 比赛将在美东时间晚上8点于FSE频道播出 观众可以通过FUBO、DirectTV等平台观看比赛 FUBO还提供免费试用期 让观众可以免费留媒体观看赛事 除了阿根廷和加拿大 哥伦比亚和乌拉圭也进入了半决赛 最终的决赛将于7月14日举行 Yahoo US报道 沃尔玛夏季促销活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多个科技产品以惊人的折扣出售 例如MacBook Air仅售649美元 Sony WH-1000XM5无线降噪耳机优惠90美元 三星Galaxy智能手表仅售99美元 无论你是在寻找便携充电器 还是65英寸智能电视 沃尔玛的促销活动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还有一些不容错过的优惠产品 如32美元的Top Vision电视音响棒 60美元的Zen10英寸安卓平板电脑 以及69美元的苹果AirPods Pro第二代 NBC News 拜登对党内精英态度强硬 飓风贝瑞尔造成7人死亡 早晨简报 共和党新政策平台草案 软化了该党的堕胎和同性婚姻立场 飓风贝瑞尔袭击后 数百万德克萨斯人醒来时发现没有电力供应 一位多产的金子捐赠者抨击Netflix 关于他的新纪录片系列 拜登对党内精英的态度愈发强硬 坚定表示不会退出竞选 拜登在与捐赠者的电话会议中重申 他的唯一目标是击败前总统特朗普 与此同时 国会议员们在夏季休会后返回华盛顿 就拜登的竞选可行性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 一些民主党人也开始呼应拜登的观点 认为内部争斗会影响他们在11月的胜算 Yahoo US 飓风贝瑞尔造成7人死亡 至少200万人断电 曾经的飓风贝瑞尔在夜间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但今早从阿肯色州到密歇根州的2100万人 仍处于洪水监视状态 飓风贝瑞尔周一早些时候 以一级飓风登陆德克萨斯 导致该州至少3人死亡 休斯顿和墨西哥湾沿岸部分地区被淹 数百万人无电可用 休斯顿的主要电力 供应商CenterPoint Energy表示 希望在明天之前 恢复近100万用户的电力 与此同时 Netflix新纪录片系列 千子支付中的多产精子捐赠者 乔纳森·梅杰尔抨击该节目对他的描述 称其为连续捐赠者 梅杰尔表示 他实际父亲了550个孩子 而不是节目标题所说的1000个 他还否认了纪录片中的其他几项指控 Yahoo US 如何观看今天的法国对西班牙比赛 欧洲杯2024已经进入半决赛 剩下的四支球队分别是西班牙 法国 英格兰和荷兰 今天下午 西班牙和法国将在半决赛中对决 根据目前的赔率 西班牙被认为更有胜算 比赛将于东部时间下午3点 在FOX频道播出 Football TV的Pro套餐 将提供FOX和FSE频道的访问权限 并且是美国唯一可以观看 所有欧洲杯比赛的订阅服务 对于那些不在美国的观众 可以通过VPN改变服务器位置 以免费观看比赛 欧洲杯2024的决赛将于7月14日举行 Yahoo US 报道 沃尔玛正在举行 其有史以来最大的促销活动 称为沃尔玛特惠 涵带了多个类别的必备折扣 作为购物编辑 我利用这个机会囤积了一些 我一直想要的家居用品 无论是需要新床垫还是想升级厨具 总有适合每个人及其家中每个房间的商品 例如一款不到50美元的瘦身 Korrig咖啡机可以随时制作热咖啡和冰咖啡 还有一款Shark机器人吸尘器的折扣 高达211美元 我还发现了一套有超过1万条五星好评的皇后床单 仅售16美元折扣60% 在这次沃尔玛的夏季促销活动中 我正在购买这些家居产品 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以后送礼 Yahoo US 报道 2024年欧洲杯足球锦标赛 本周进入半决赛阶段 欧洲最富盛名的国际足球锦标赛 现在只剩下4支球队 法国 西班牙 英格兰和荷兰 今天 法国将在FOX电视台对阵西班牙 明天 同一时间和频道 英格兰将对阵荷兰 你是否准备好观看2024年欧洲杯的最后4强比赛 以下是有关如何观看欧洲杯比赛的所有信息 包括广播时间表 免费流媒体观看方式等 在美国 2024年欧洲杯比赛将在FOX和FOX Sports EFSE播出 没有有线电视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Fubo Direct TV Stream和YouTube TV等流媒体服务观看比赛 此外 通过使用VPN 你可以从爱尔兰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或新西兰等地的免费流媒体平台观看比赛 Yahoo US 报道 劳拉·汤普金斯即将成为泽恩斯维尔市学区的新任总监 他曾在该学区几乎每一栋楼里任教 最近一次是2016年至2020年的高中校长 汤普金斯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学区内外的沟通问题 他计划通过亲自到校和参加学生活动来改善沟通 并且希望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汤普金斯强调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认为与学生建立关系是教育成功的关键 他还提到 泽恩斯维尔市的教育者不仅在学术上支持学生 还在社会和情感上提供支持 虽然学区面临人口减少和经济挑战 但汤普金斯希望通过改进学校项目和与企业合作 使学生在毕业后更具竞争力 他认为支持教育者和学生的需求是他作为总监的职责 并且他已经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他的领导工作 Yahoo美国报道 Louis Vuitton即将推出备受期待的与Timberland协旅合作系列 该系列将于7月18日在品牌官网和LV应用程序上进行预售 并将于8月8日在全球各大门店上架 Louis Vuitton在周二宣布了这一消息 并展示了这次合作的鞋款照片 此次合作不仅是时尚界的一大盛世 还吸引了众多鞋迷的关注 Louis Vuitton最近还宣布了与说唱歌手Pochetti的合作 任命他为品牌大使 同时DTL2也将在本周发布适合夏季的Gelotto New Balance合作款 在伦敦的Barbie The Exhibition开幕式上 Lady Amelia Windsor穿着学院风的德比鞋亮相 展示了他独特的时尚品味 Louis Vuitton X Timberland的合作系列 无疑将成为时尚界的焦点 引发无数讨论和期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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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